Hello 各位同学,又是我 DSC 素贵联盟 今集会和大家讲一条与概率式式相关的公式 这条公式在 DSC 里面卷一考过,卷二都考过 所以两份卷都有机会见到 这条公式的名字叫做期望值 我先写下期望值 期望值究竟是在做什么呢? 期望值的意思是这样 假如现在我们玩抽奖 抽奖里面有三个不同的奖品 假设你抽到A,A这个奖就会有10元 抽到B这个奖就会有100元 抽到C这个奖就会有1000元 抽到A的概率可能是0.5 抽到B的概率可能是0.4 抽到C的概率就是0.1 题目的setting是这样的 这些数字我作出 假设现在有一件这样的事 就是我们现在玩抽奖 奖品有10元,100元和1000元 抽到10元的概率是0.5 抽到100元的概率是0.4 抽到1000元的概率是0.1 如此类推 然后题目就会叫你去计算抽奖的期望值 抽奖奖的期望值究竟是怎么计算的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拿每一个奖品 乘回那个奖品会出现的概率 这个就是期望值的玩法 所以在这个情况来说 就是把10元,即是奖品 乘回对应的概率,即是0.5 再加100元,即是奖品B 再乘回对应的概率,即是0.4 再加1000元,即是奖品C 乘回对应的概率,即是0.1 那你将3个奖品乘回自己的概率 然后将它们加上它 这就是期望值的玩法 所以之后做的东西是按机 这里就会是10乘回0.5 再加100乘回0.4 再加1000乘回0.1 好吧 一按按完之后 即是说这个抽奖 这个游戏的期望值 就会是145元 那这个是期望值的计法 这个就是期望值的计法 就是拿回每一个奖品 每一件事发生的概率 乘回它们对应的 那件事发生的概率 乘回它们对应的奖品 加完它,你就会计到期望值是多少 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 先写下一个题目 你可以按停这段影片 自己试一试 看看计不计得到 第一个Game 叫做扎公字 如果你扎到公的话 你就会有10元 扎到字的话 你是没有钱的 你是有0元 究竟这款Game的期望值是多少 这是第一题 第二题 现在玩扎色仔 一粒色仔有六面 让大家知道 如果扎到1 便有1元 如果扎到2 便有2元 如果扎到3 便有3元 如此类推 扎到6 便有6元 好吧 这一款Game的期望值 又会有多少 这两题 你可以按停这段影片 自己试一试做 如果两题都做得适合 代表你真的会学到东西 在这段影片里 你真是吸收了 我们逐条逐条去讲解 先讲第一条 先讲第一条 扎公字 扎到公便有10元 扎到字便没有钱 即是0元 如果没有讲 其实多数应该要讲 刚才我讲漏了 应该要把银子 是一个均质的银子 才行 因为如果用来作弊的银子 偏向其中一边 便没有东西 假设这里是一个均质的银子 以及这里是一个均质的色仔 假设这两件事 第一件事的期望值究竟有多少 如果是一个均质的银子 扎到公和扎到字的概率 其实都是2分1 所以我们就拿2分1 扎到公便会有10元 而他的概率是2分1 所以就拿2分1去乘10 再加上扎到字的概率也是2分1 但今次的奖品是0元 所以就拿2分1乘0 然后等于5 因为0乘2分1也是0 所以真正这团的期望值就是2分1乘10 所以会等于5元 这是第一题的答案 接着到下面 扎到一颗色仔 当作是一个均质的色仔 扎到1的概率是1分6 扎到1就会有1元 所以乘1 扎到2的概率是多少 不是6分2 扎到2的概率也是6分1 所以就再加6分1乘2 再加6分1扎到3 就乘3 再加点点点 我不逐个写出来 加到最后应该就是6分1乘6 这里根本就是按机 所以我也不多说了 总之你射得正好就可以了 我也是按一下 这里每一个项都有6分1 所以我可以抽出来 如果不知道什么是抽公恩子 可以看我欣识分解的影片 全部抽出6分1 括号里面的剩下就是1加2加3加4加5加6 按机按起来都会方便一些 即是1加2加3加4加5加6 接着再加6分1 因为是6分1 所以最后出来的答案就是3.5 我没有按错 OK 那就是3.5 所以结论就是 原来有一件事叫期望值 而期望值就是指 例如你现在在做一件事 一件事 而这件事有几个不同的结果 不同的结果有不同的概率 那你就拿回它们对应的概率 成为那件事的结果 那件事的概率成为那件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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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加上就是期望值的玩法 今集到此为止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